所以請教他這個證號 這個他的低潮已經滿到 這個現在到一潮去了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最新的這一些狀況 國民黨是不是又大翻車了 然後包括了 黃崇雁也出來講了 在我們做潛艦的過程裡面 確實中國莫名其妙的 都會在事實的時機點進來阻撓 那如果不然的話 我們潛艦可以做得更好嗎 最近有三個不尋常的事情 不尋常的人出來受訪 找到就不尋常的事情 第一個是薩頓 美國軍事記者 第二個是黃崇雁 剛剛我出來講的 第三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日本潛艦司令部幕僚長 實業醫術 日本潛艦司令部幕僚長 在日本智慧隊叫做參謀長 簡單講日本潛艦的頭 出來講話 我先跟他講最近蠻奇怪 他們這三天我一個個分析 然後最後談到黃針惠 大家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要處理黃針惠 第一件事情就這個 這是日本潛艦司令部幕僚長 就我講參謀總長 史也醫術目前在電視臺表示 談臺灣的潛艦 先講結論 他說臺灣海昆號潛艦 象徵美國同陣營的合作 評估海昆號 略優於日本潛艦 原本可以遠優於日本潛艦 裡面有細節喔 裡面說什麼東西 第一個為什麼臺灣要造潛艦 他講中國潛艦數量多於美國 而美國海軍要顧及太平洋 跟大西洋兩邊 所以能夠派到東南亞地區潛艦只有六成 所以在數量上是輸的 要怎麼擬平呢 要加上日本澳洲潛艦 大致可以和中國潛艦數量互別苗頭 這叫平手 所以臺灣的潛艦數量 就是在平手過程中 那個關鍵的砝碼壓下去 會讓盟軍的潛艦數量贏過中國 這大前提 為什麼要做 很多人搞不清楚說 我們做一架也打不贏中國啊 什麼的 不是 沒有說這一架海昆號 去單挑中國 這整體戰力來算 美國 日本 澳洲 加上臺灣會贏中國 懂了 這第一個為什麼要做 第二個 臺灣的自治海昆號潛艦 有澳洲 美國 英國 三方面 提供協助 這些國家都有 然後裡面說什麼呢 除了澳北印之外 總共有七個國家 他公開寫七個國家 所以包括我們知道日本 包括我們知道韓國 都在裡面 好 那為什麼我們的潛艦做出來之後 略優於日本 沒有遠優於日本 他說 史也說 他評估海昆號的性能 略優於日本潛艦 其實海昆號的性能 原本應該可以 遠優於日本潛艦 因為美國基於相同顧慮什麼顧慮 軍機外洩的顧慮 所以將性能降級的技術交給臺灣 不是最新技術 所以臺灣的海昆號 我們做完之後 很多人都會問 為什麼要做 剛剛你講的 不是一艘可以幹掉全中國 是一艘加上美國 日本澳洲人 可以幹掉中國 這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做那麼快 對 講得很清楚 美國 英國 澳洲 加上其他國家 總共七個國家在協助臺灣 做潛艦 第三件事情 我們原本可以遠優於日本潛艦 可是因為盟國怕軍機外洩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略優於日本潛艦 可是問題是 就算是略優於日本潛艦 這個潛艦還是很厲害 是 好這一塊 對 第二塊 薩頓 美國軍事記者 薩頓出來 薩頓我之前跟他講過 薩頓就是第一個爆料093潛艦 中國的核子東西潛艦 爆炸的那個軍事記者 所以薩頓不是一般軍事記者 對不對 他是手握美國海軍情報線的軍事記者 對 他出來寫一篇文章說 臺灣的潛艦可以作戰 再來 黃崇雁 上次黃崇雁受訪什麼時候 沒什麼印象 對啊 因為黃崇雁自從當負密的時候 就很少受訪 因為他是在核心中的核心 出來受訪 一樣在談潛艦 所以這些人出來都要傳遞一個訊息 臺灣的潛艦可以作戰 對 要對應到什麼訊息 馬文君跟黃真輝 馬文君說是海底棺材 黃真輝說是空殼 百分之也不能佔 所以馬文君跟黃真輝 這方的言論 為什麼會勞動到 日本潛艦司令部的參謀長 為什麼勞動到美國第一流的軍事記者薩頓 為什麼會到黃崇雁全部出來講 因為這是認知作戰 在現代二十一世紀戰爭中 我們講過無數次 認知作戰在戰爭中的破壞 完全不亞於陸海空三軍的作戰 所以當臺灣潛艦下水那一刻 我們原本要覺得臺灣真的 我們在國立上跟世界有機會平起平坐 那一刻 結果有一票聲音說是海底棺材 說是空殼 說是這個潛艦不能打仗 而是以馬文君為首還有黃真輝為輔的散發謠言 所以我今天對付黃真輝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黃真輝就是馬文君案的破口 黃真輝就是馬文君的小肚子 我講過無數次 黃真輝如果要能夠變污點證人 你要讓黃真輝身上有案子 檢察官手上有所謂的證據 黃真輝才會所謂轉污點證人嘛 所以我之前踢爆黃真輝 由一個陳姓將官定時定期帶到海發中心 去替荷蘭舊商打聽軍火這個事情 我已經踢爆了 寫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對不對 我現在我的律師正在寫告發信 什麼時候寫好我什麼時候告發 這週一定搞得定 不是禮拜三就禮拜四 我會告發黃真輝跟馬文君 一樣的案 刑法外患罪中的洩漏國家機密 與外國獲其判遣之人判十年 這東西是法律上會成案之後 讓檢察官拿這個案子跟黃真輝談判 而且很好成案 因為陳姓將官郭喜有說是誰 陳榮幸前海發中心主任 他的時間我也知道 2017年年終到2018年 地點我也知道海發中心 我們調監視器看黃真輝在裡面 跟誰接觸 所以這個案子會成 所以我會把他告 所以黃真輝在法律層面 那個洩密會被繩之依法這一塊 另外一塊就是認知戰的部分 你只要搞黃真輝 因為黃真輝過去是以什麼 海軍隊伍將官 愛國 然後專業 出來哭口婆心跟大家講 居留真的很爛 我們前天真的沒辦法做 沒辦法站是個空殼 百分之百不能做 很多人被影響 所以要破黃真輝的認知戰只有一件事 把黃真輝的信用搞破產 對不對 所以黃真輝過去說他跟郭喜是合夥的 因為他先罵郭喜是什麼很爛的 騙子什麼的 那你黃真輝過去為什麼要跟郭喜合夥 對不對 所以我三問黃真輝 一有沒有去海發中心 二有沒有叫郭喜幫你養初戀女友 三有沒有跟郭喜因為紛章不均而離開 初戀女友我今天就要踢爆了 對不對 這才是爆料 是什麼內容 Jenny姐 Jenny 初戀女友Jenny姐 Jenny 削Jenny 本皮會把他碼掉 多少錢呢 五萬塊一個月 這是什麼 這是薪資表 薪資表 對 就是郭喜公司的薪資名 是郭喜副的 所以有人領三千二 有人領三萬二 有人領兩萬七 有人領三萬一 有人說 你怎麼確定是郭喜公司的 還有郭喜簽名 郭喜簽名 簽得非常具有藝術感 而且好感 對 郭喜 去瞭解一下 然後郭喜也說 確實 黃真輝初戀女友有在公司上班 做會計 你看這會計是不是也幸小 同樣名字 Jenny姐 就是Jenny Jenny五萬塊 有人說這個Word隨便做做也做出來 你怎麼賣給一下 我連這個匯款單都有 就是黃真輝脫估的 對 脫估的 你看匯款單 你看匯五萬塊 對不對 給Jenny姐 對不對 銷 對不對 一百零五年五月五號 你看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 連這個都有 你看看 你看這個一百零五年五月份了 好 低潮你買到一潮 真的 你幹嘛扯人家 Jenny姐 Jenny姐怎麼了嗎 我要談了兩件事 一 郭喜如果真的是十二不赦 郭喜如果是真的泄密的話 那你黃真輝泄密共犯嘛 你們不是一伙的嗎 你不是兄弟幹嘛幫他養出戀女友 對不對 夜圓之教幫他媽養一下 人家他用上班的好不好 要不是免費拿的 他說他違反會計原則 然後這樣亂做 郭喜真的 你不知道什麼叫肥缺嗎 第二個有上班又怎樣 郭喜的公司能上網爭財嗎 軍火公司 開玩笑好不好 這一塊 另外一塊要幹嘛 不要談的事情是 黃曙光說 某些立委跟某些人 因為銀頭小利 就出賣股價 什麼叫銀頭小利 五萬塊就是銀頭小利 真的比起這個軍火預算 是銀頭小利 不是再回頭看 再回頭看 日本前進司令部幕僚長 時也說的什麼 我們原本可以遠邀於日本 現在只變略邀於日本 因為什麼 來看 他說以台灣的社會結構來看 各國在提供台灣技術 和情報時都有提悟 遲早會外洩給中國 各國是在這樣體悟下提供技術給台灣的 所以這樣銀頭小利 五萬塊就可以買掉一個將官的尊嚴 台灣可悲就可悲在這種地方 盟國是硬著頭把技術給台灣的 那我就問這樣的人值不值得神志義法 當然要嘛 所以黃針輝兩方面 一他的法律上有問題 我請律師告他 二他在協助中國做認知戰 我要讓他在社會上被破產 信用破產 未來他出來他就知道 這咖就是拜託 郭喜花五萬養初戀女友的人 這咖就是荷蘭軍火商 這咖現在就被李正浩告 現在高檢署在偵辦了 他講的話大家打個問號 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一步一步的 禮拜三或禮拜四 我的律師函就會出來 我的告發的狀也會出來 我會貼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黃針輝又被告